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在上一期影片很多人就误会了 就是说我是不是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已经止损了 其实不是哦 是两张不同的这个孔单来的 现在给大家看 大家看到了这个呢就是在7月4号 大家要看这个热期 这个就是它在上一次无法突破 之前的影片有提到的接空的一个机会 那这一张单呢已经是到了指引4了 这一张单 那我们先去看昨天的单 好 那大家看到这个就是Lucas给的这一张单哦 这个是昨天的单哦 昨天的单呢也是做空 然后已经到了这个指引5的这个位置了 所以我们其实呢是给了两张的空单呢 都是盈利了 要恭喜我的VIP们就是获得了这个 这么漂亮的一个做空的一个盈利 那我们现在回到盘面 好 我们回到比特币的4小时图 这个就是我的管理员Case给的一个空单 而这里昨天呢就是Lucas给的这个空单了 所以是我的团队的分别 就是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操作 那两张的空单都是盈利了 好 那我们现在的这个比特币 可以到了这个支撑位置是否要去解多呢 那我的看法会是如果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可以有插针到之前前低的一个位置 回到来上方呢 在这个位置去接盈亏比会比较好 因为目前的这个比特币 你看它的下跌也还没有到之前插针的一个位置 所以你要去留意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它可以这样的下跌到之前插针的一个位置 收回去上方 那就跟之前是一样的 那你就可以找一个做多机会 目前在这个位置是还没有去开多的 所以我们都会去观察 就是看飞浓消息后 会不会有出现一些插针 收回来上方去做这个多 就很像之前这里一样 那我们打开一小时图 好 我们来看比特币的一小时图 你看它之前就是上涨到这个阻力位置 然后它就已经是破了这个之前前高 但它就是出现了一个假突破 所以我在昨天拍片的时候呢 就告诉大家 其实在这里无法突破 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做空机会 因为它出现了这个假突破 那我的这个会员群 管理员也是有给予这个做空的一个建议 那还有就是VIP群呢 也是有在这个位置直接做空了 然后盈利呢 是已经是拿了盈利在这个29820的一个位置 刚才的这一张单呢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那现在的这个比特币就是下跌到了 目前的这个位置 是还没有去解脱的哦 如果可以的话呢 我会再等一等它 就是可以下跌到这一个位置 或是这一个之前的插针位置 再回到来上方呢 在这一个位置再去解 这样的这一个信号呢 会比较明确 那如果说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哦 它是直接跌破 那大家如果要去右侧去接呢 肯定是没有问题哦 只是说它回到来上方呢 你就要止损 那大家可以去留意 如果它接下来下跌了 并没有回到去上方 接下来往下去跌的话 那大家呢 就可以在这个跌破 稳了 在这里这个位置呢 进入这个空 那我看空的位置呢 就是到这个蓝色的一个区域 就是 28500到28300 这一个区域哦 这个是支撑区域 好 那大家可以多留意 到底接下来的这个比特币 会怎么去走 因为它在这个位置盘了真的非常的久 非常的长时间哦 那在这个区间里面 我在之前的影片呢 就已经有告诉大家了 在高位盘整 那大家就可以高抛低吸 这样的去进行一个来回的去刷 那接下来比特币就要看飞浓之后 会出怎么样的一个方向 所以大家可以去多留意 如果你还没有注册户口 可以使用我的链接去注册 就在影片的资讯栏下方 有很高的充值幅率 还有就是 28%的这个反线 然后如果说你要进入我的这个 Discord的群组 还是VIP群的 你可以参考下方这里 这些都是连接 那有什么不明白 可以Teregram去联系我的团队 这是我们唯一的Teregram账号 那比特币的分析就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去留意 这个比特币的一个箱体盘整 后出的一个方向 是非常关键的 因为它盘得足够久 接下来将会是一个大行情 所以不管是突破还是跌破呢 大家都可以进行这个操作的机会 因为盈亏比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要多留意它的这个价格行为 等它到了重要的主力和支撑区域 那我们下一期影片再见 如果你觉得我的影片对你有帮助 记得帮我点赞哦 拜拜 Nikki带你飞 Nikki带你飞 加入NikkiDNF 大家一起飞 Nikki带你飞 加入NikkiDNF 大家一起飞